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礼物里的一名中年男子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是说可能是因为有人入室盗窃了 这个受伤的中年男子名叫王有光 今年45岁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受伤的不止王有光自己 之前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也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 伤情十分严重 这是侦察员首会的一幅现场图 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王有光家一共有四间房 在案发的当晚 王有光妻子王有光 以及他们的小儿子王帅是睡在了这一间正房 而他们的大儿子王帆则是睡在了另外的一间正房 根据警方现场勘察的结果 犯罪嫌疑人是从这个位置翻墙进入到了院子里 而这个地方紧挨着王帆的房间 然而嫌疑人他却越过了王帆所在的房间 静止地来到了靠近里面的这间正房行凶 被害人王帅的父亲是在这边睡着 靠窗户这个双人床上 中间是他大儿子王帆的女儿 过来是被害人王帅的母亲 被害人王帅是在这个单人床上睡着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协议人行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抢劫财物 还是说他和屋子里的某个人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新年前期平静山村突发一案 一些外地人或者就是本地的 所以都没钱了想就是弄上一些钱 暗夜茫茫 前一人到底踪迹何在 其中一个年轻人手臂被杀不包的 若隐若现的线索究竟指向什么样的真相 王有光和妻儿被送到医院后 虽然经过极力抢救 但小儿子王帅最终因伤势过重 还是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除夕前夜遭遇如此打击 王家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而王有光的回忆也将人们的思绪 再次带回到了那个恐怖的黑夜 那月29这天 王有光一家人准备好年货一起吃的团圆饭 十点多的时候陆续休息 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悄然降临 当时凌晨1点30分左右 他们一家人都在这个西侧房屋睡觉 老王听到有这个门响的声音 他以为是挖风把房门给吹开了 当他翻过身来看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 晃动的手进来 王有光以为是睡在另一个房间的儿子王帆进屋喝水 然而他连问几句 对方都没有回话 接着王有光就看黑影朝自己扑来 而肩膀上的剧痛让他一下子清醒过来 对方手里有刀 老王起身想与他搏斗 但是那个闲人紧接着 又向他的肩膀以及手臂处又扎了两刀 他没有能力与这个闲人进行搏斗 这时王有光的妻子也被激烈的打斗声惊醒 惊恐中他大声呼喊 试图阻止黑影继续行凶 然而黑影转过身来 对着他又是挤刀 随后黑影送着王有光的小儿子王帅的床脱而去 当时他的儿子还没有醒 嫌疑人又静止地跳向了儿子王帅的床边 扎王帅的过程的时候 王帅也醒了 他的父亲看到这样的情形 从床上趴着过去抱住了这个嫌疑人 而且王帅也起来起身也抱住了嫌疑人 黑影逃跑后 王有光挣扎着打开灯 并叫醒了隔壁的大儿子王帅 等王帅出来后 几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漆黑的夜晚 嫌疑人早已逃之遥遥 王帅压抑着内心的恐惧 拨打了报警电话 把伤势严重的母亲和弟弟 抬到车上直奔医院 可惜由于伤势过重 医院最终没能挽回王帅的生命 主要的伤口在胸部正中 有一个四五公分长的伤口 伸到胸前 完了以后扣钱 伸伤了不满血脊 扣了这个伤口是致命伤 一样不听话 就自己就跟他 校长过两年说 给我弟买车了 他就去媳妇了 就摸摸他 抱抱他都没有 起不来了 与此同时 警方围绕案发现场 对这起凶案展开了调查 我们就把这个 当时这个监控 通过这三个卡点 我们及时做了一个分析 并没有是发现 有着外地车辆 进入到就是路过 或者进入到这个村庄 但是排除掉 就是有着外地 外来人员 就是杀 他儿子有可能性 网友光家的这个院子 大约有六十多平方米 通过勘查 警方发现 院子的大门 是从里面反锁上的 没有发现任何的撬到痕迹 这就是受害人王某的家 在他们家的东墙附近 我们发现了很明显的灯榻的脚印 警方分析 犯罪嫌人 就是由这个位置 翻墙进入了王某家 进行行凶 那个足迹有四二 或者四三左右 应该是个男性 通过对这个被害人父亲 的了解 他因为他在整个过程中 与这个嫌疑人有过搏斗 反映他应该是个年轻人 力气不是很大 当民警 向王某光进行询问的时候 他也说 嫌疑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 应该是本地的年轻人 刷火发出这样的 我这是放地上 放地上 然而 关于嫌疑人样貌的更多信息 他也说不上来 年关在即 翻墙入室 警方首先怀疑的是 嫌疑人可能是想入室劫财 他进去以后 是不是就是 被这个 王某给发现了 然后 他想这个杀人灭口 或者是这样 导致了这个 这个血案的发生了 然而 在对案发的屋子 进行详细勘查后 发现家里 并没有任何丢失的财物 而且 如果是为了劫财而来的话 嫌疑人进屋后 为什么会直奔王有光而去 而且二话不说 就连刺两刀 这时 王有光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当后 过年会不到你们过 王有光的这句话 让案件的侦破方向 发生了重大转折 那么 当天晚上 这个房间睡觉的几个人 嫌疑人究竟是冲谁而来 王有光的孙女只有五个月大 嫌疑人 正对他的可能性 基本可以排除 另外的三个人 分别是王有光 王有光的妻子 以及他们的儿子王帅 谁又是嫌疑人的目标 为人实在性格和善的老两口 实在想不出自己可能得罪村里的什么人 警方的视线又转向了在凶案中不幸丧生的小儿子王帅 王帅 王帅近年19岁 与嫌疑人年龄相仿 难道是他与村里的某个年轻人有了矛盾 交过一个女朋友 她和女朋友真的现在也正在相处 是不是他女朋友和他之间有什么矛盾 以至于他女朋友 故人或者女朋友的亲属 来对他进行了一个伤害 王家仁向警方介绍 王帅和这个女友已经交往两年多时间 但由于王帅常年在外打工 所以两个人见面机会很少 见面少 所以说吧 过了年见好能玩个两三天也不容易 而且王帅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 在他们见面之后 也很少能给他女朋友过多的关怀 以及物质上的一些满足之类 他们的吵闹以及矛盾也都是这些 不能经常见面 不能买买一些喜欢的东西 一些小事情 产生的一些矛盾 一些吵闹 然而进一步调查 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 我们还说了就是 过了年不是过年什么的 就是要是喜欢他 就领回家里来看看什么的 还挺不好意思的 而且呢 在我们对他女朋友进行调查的时候 也没有其他男孩对他进行追求 我们也排除了 是其他人对王帅进行杀害这种行为 那么一个刚刚19岁的男生 又可能与别人存在什么矛盾呢 没有 真的没有 没仇人 十八九岁了 也不会说跟什么出去 打打架呀 骂马人呀什么的 几乎都不说脏话 很乖的孩子是吗 嗯 可乖了可聪明了 因为当时我们调查呢 整个村子里年轻人和他们被害人兄弟两个 他们关系都是不错的 不可能出现这种仇杀之类的 整个案子又陷入到一个谜团当中 围绕网友光家人际关系展开的调查 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对案件的侦破 又回到了对案发现场勘查的工作上 嗯 我们在案发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匕首 这个拇指的刀饼 刀刃 这个刀饼和刀刃已经分开了 然后刀尖舌一截 说明这个当时这个打刀非常的寻惨 歹毒也非常的 非常的 嗯 在这个 在这个刀上我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指纹啊 或者是留有发现嫌疑人的一些特征的东西 这个没有 因为当时这个刀饼和这个刀刃掉在那个血库里头 嗯 已经浸泡了 我们没有提到有效的指纹 虽然没能提取到有效的指纹 但是根据现场打斗的激烈程度 警方做出了这样一个推论 那就是这个嫌疑人很有可能在这场激烈的搏斗中也受伤了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查找下去 警方能不能找到他的下落 果然 在对案发现场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后 警方发现了疑似嫌疑人逃走时留下的血迹 连夜出击 连夜出击 缜密侦查 蹊跷受伤的青年 年迈失语的老人 谁是真凶 深夜鸡凶 一线正在播出 在警方进一步的调查中 厨师的房间和院子里有不少的血迹 其中有一串血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串血迹从房间一直延续到了院子外 就是有这个零零星星的这种滴状这个血 然后就走了大概有不到十米吧 顺着这个血吧 就到了他家前面这个邻居 大门口吧 突然就拐了 也就是指向了 就是他前头这家邻居了 这个血迹不是就是 顺着就进去了 血迹指向的这户人家也姓王 家里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 名叫王丁 与王友光家是前后院的邻居 难道说贤医人逃到了王丁的家里吗 还是说贤医人本身就是邻居王丁呢 当时深夜我们每做的每一个举动 怕是让歹徒能听到因为他们紧挨的 怕是他有这即时逃窜 或者是这种可能性 我们当时就赶紧把这个邻居 他这个邻居在这个市面全部封锁了 作为邻居 王丁与王友光家的情况显然应该非常了解 咱们当时考虑是不是零零一间矛盾 有时候咱们被害人反映出来的东西 有时候他觉得没有矛盾 但是这个东西咋说了吧 他有可能自己把这个事情矛盾没有放到心上 但是对方有可能就放到心上 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王丁家的院子里非常安静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我们当时考虑先生可能在这个院落里头 我们翻墙进入 这期准备实施抓捕 进去以后就是狗一直在叫 但是他家人是一直不起 然而进入王丁的院子后 警方却发现血迹竟然消失了 而且警方进入院子时 王丁家的狗吠声很大声 王丁的家人却没有反应 他们是真还在熟睡中没有醒来 还是在逃避什么呢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正是王丁 他的身高和年龄 与王有光妻子所描述的嫌疑人十分相似 最关键的是王丁的手上有被包扎的痕迹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其中有一个年轻人 手臂被纱布包扎 我们当时怀疑 因为什么他的血迹的建设点就在这个大门口 我们就对这个现场立即控制了这个现场 我们当时心情是很激动 通过了解就是问这个小伙子 小伙子就是我的手是之前受的伤 就是之前家里头做这个过年准备这个肉食的时候 做这个丸子红烧肉的时候用那个脚肉机给脚伤的 而且这个伤口当时在医院进行处理 为了确定王丁的话是否真实 警方派出一路民警 立即前往王丁所说的 给他包扎伤口的医院去核实情况 很快负责调查的民警反馈回来消息 王丁没有说谎 通过医院他这个诊断 因为他当时去了医院包扎这个伤口 我们通过医院也调取了他这个 监视频监控到达医院的视频监控 还有他的医生那个诊断 都我们都调查 然后才完全的排除掉 如果王丁不是嫌疑人 那么这串血迹为何指向了他家 而又在进入院子后神秘消失 就在警方面对这些疑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另外一路负责现场勘察的民警突然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又发现了另一条血迹 是往北边走的 一直过了一个村子内的小桥 这条血迹一直延伸到了一户平房的人家内 当时就是发现这户人家门上有血 应该感觉就是嫌疑人是不是就在这了 都感觉当时兴奋了还是这样的 新的发现让侦察员兴奋不已 而门上的血迹几乎可以让侦察员确定 嫌疑人曾经来过这里 那么嫌疑人是否还在 侦察员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 门上院门 一个简陆的院门 上面也有这个血迹 当时这个血都没有赶 门没有上锁 推开门以后 这个房门上也有血 门连房门都有血 推开门以后 这个地下还有这个炕上都有血 然而 侦察员意料中的嫌疑人却并不在屋子里 进去以后 一个老人就在炕上躺着睡觉 然后我们叫了叫 这个老人也没有什么反应 后来就是打开打开灯 看了一下 这个老人也看见有八九十岁的 而且这位老者呢 患有疾病 不能下床 只能在炕上面平躺着 握冰在床的老人 显然不会是迟刀行凶的嫌疑人 那满地的血迹又是怎么回事 但是 嫌疑人为什么会来到老人的家里呢 到底是 嫌疑人的下一个目标是这个老者 还是 嫌疑人和这个老者之间 有什么关系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调查 但当我们展开工作的时候 应该排除了 贤人会对老者实施任何伤害 因为这个老者家中 一没有财物 二他卧床不起 不可能与人产生仇恨 不会有人对他进行伤害或者杀害之类的 他对当时候就是发生这些情况 他也不清楚 不过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 侦察员还是在老人院子一个简陋的厕所里 发现了很多被烧毁的衣服残片 他不是老百姓是那种 不是长那种冲碎的那种 是那种粪坑那种 人家却没有烧完倒是 这些衣服残片看起来是刚刚烧过不久 这让侦察员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些碎片一定是嫌疑人所留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 那么说明嫌疑人来到老人家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销毁物证逃避侦察 我们好不容易发现的新的线索 是不是会到此中断呢 整个案子到底能不能进行下去 这种情况呢 使我们刚刚兴奋起来侦察员的心 一下又落了下来 协议人在作案之后 为什么会逃到了这个老人家中 来毁灭物证呢 是因为他和老人熟识 还是说他知道这个老人 失去了语言沟通能力 所以不会暴露他的行踪 这两种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 都说明这个年轻人 就是下溪山村本村人 那他会是谁呢 根据下溪山村人口户籍的统计资料 全村一共有409人 其中18岁到35岁 并且案发时间在村子里的年轻人 不到100人 显然嫌疑人就在他们中间 加上王有光妻子 对这名嫌疑人身高的描述 以及结合这个嫌疑人 已经受伤的事实 想找到这个人 其实并不难 就在侦察员着手 要对村里的年轻人 进行排查的时候 离王有光家不远 一个叫做田树民的村民 陷入到了巨大的胶灼之中 因为就在几分钟之前 他的儿子刚刚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时候了 拿细的铁衫都在跑巴头刷 爸 生个月后逃脚到脚了 生个月都快着逃嘛 儿子的这句话 让田树民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五年前偶然的打闹 五年后无法挽回的悲剧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心魔重重 深夜鸡胸 一线正在播出 通过电话 向警方自说的嫌疑人 名叫田圣 今年二十岁 正是下溪山村人 和受害者王有光家 距离只有五百米 接到电话后 鱼舍警方立即感到田圣家 对他实施抓捕 一直在乎 着地盈争 说什么 这个银银纸 这地银纸来年很多 热闹 Bull 十二十岁 你不懂我 我找他 快点快得 快点快点 你刷一头机会 刷一头机会 好 还得刷 刷二机会 刷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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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人是看的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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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猫鱼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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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正承认 1月19日凌晨 正是他迟早潜入网友光家 造成了一丝两伤的惨案 消息传出 人们惊讶不已 这几年当中见过他一次 但是话也没有说过 哦 在外头打工了 都在外头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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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正和王帅一样 平常都是在外打工 除了过年过节很少回家 在日常生活里几乎没有交集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结下仇怨呢 面对警方的询问 天正说 自己行凶的目的 其实是王帅的哥哥王帆 而原因 这是五年前的一次冲突 五六年 我看 也就是我上初二的时候 十六岁 十六周岁 田正的这句话 几乎是瞬间 就让王帅想起了五年前的以前 那天 田正几乎是吼叫着说出了一句话 但是王帅没有想到的是 五年后 田正竟然会试图 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都是打完架 最后你要说了 他说你等我二十 等我二十 我上你全家 你说过这话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冲突 竟然让田正在五年的时间里念念不忘 最终酿成惨案呢 2010年秋天 一个很土秃的午后 十五岁的田正和几个小伙伴 在村头的一块空地上玩游戏 最后 王帅和弟弟王帅走了过来 他们拿了几个鞭炮 点燃了朝田正扔了过去 这是拿着那炮 我身上扔了 他哥哥扔了 他弟弟没扔了 我弟那时候年纪小妹他大 在外头说是欺负我弟 我弟哭就回来了 这是男孩子之间一次很平常的争斗 按照惯例 双方从口诀发展为扭打 田正很快就落了下风 没什么趣 就拳头呀脚呀 就打了点 反正是你打我 我也打你 就那种 拽着我头发 然后把我拖到地上 拖到那垃圾吃跟前 打完之后也不是也没上去 村子里有个年纪大点的人 给我把同龄那些人 拉开了 从按我到体来 之间起码有五分钟 十五六岁呢 那这么大了 就是沙格尔光 他那这么大了 在外人看来 这只不过是孩子们之间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打闹 然而没人知道 这件事对于田正的意义却不同寻常 回家后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本想能得到一些帮助 但父亲有些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他大失所望 我爸他说的是我的错 我妈说我爸了 他说我受了委屈了 还要护着人家外人 母亲疼激儿子的抱怨 在田正听来 却是另一番滋味 田正的父亲是一名村干部 素来很有威信 而王帆兄弟一家的近况 在村里只能算中下等 很难说 双方家庭的反差 给田正的心理 造成过怎样的影响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15岁的男孩 平时就习惯比别人强过一头 所以这一次的挫折 便显得格外不可容忍 当时的老百姓也在议论纷纷 对他的心态也有很大的压力 之后是他这个家人 也没有对他进行过开导工作 然后日积月累 他自己首先想不开 慢慢的他这个心态就有先有趣 我父亲肯定劝我 但是他没有给我道歉 我就不接受 如果这个时候田正能够从父亲那里得到正确心理疏导的话 他的心理危机也许就消灭于无形 可惜忙于生计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在不断滑向危险的边缘 一次不算大的争执在田正的内心不断被放大 最终变成了一根毒刺 不在家里不在村里面还好一点 一回到村里面就一想到那事 一回到村里就能想到那事 就气得不行 如果是那些小事情的话我都自己都忘完了 对啊 嗯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他有内向他有些交的少 他只希望他就勾吞 好人别在交流啊 这个个搭就寄开了 他们不好别在交流 可能也真的别在心里 别在心里的怨气迟迟得不到牌钱 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田正对于外界的敌意 没有人意识到 这个年轻人的怒火正随着年龄而一天天旺盛 复仇这个危险的想法在他的心中快速生长 我们同龄人在一块吧 这小一两岁一块在一块吧 他就是要不去那坐着 要不站着就不说话 我们说假想笑话呀什么呀 这些他就不在一块 很内向 脾气也比较暴躁 他是这么一个人 2015年春节前 田盛放假回家 和村里的小伙伴玩耍时 正好遇到了王凡的弟弟王帅 于是一个罪恶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拉约十九 和我老乡不是在打麻将来 是不是看见他弟弟在了 我估计他哥也回来了 所以就 就 毕竟过年了嘛 估计他也回来了 所以 就打算 那会儿就打算 三十号 去了 去他家了 于是 新年前一天 田盛 怀揣尖刀 天日夜色潜入了王有光家里 他并不知道王凡睡在哪个屋里 只是用手机灯光随意晃了晃 就进入了王有光的房间 用尖刀将自己送上了毁灭的黑暗之路 随后他逃到了附近的爷爷家里 烧掉了身上所穿衣物 逃回了自己家里 如今悲剧落幕 而清醒过来的田盛 拒绝回想与此有关的一切 在内心深处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 又会面临些什么 不想 父母也不想 为什么呀 心口疼都不行 心疼 你想就心疼都不行 田盛为自己的冲动和狭隘而悔恨 只是面对受害人和自己这两家人的痛苦现实 再多的感悟也为时已晚 给你背诗句话吧 向前三步想一想 后退三步试一试 修心起识要识量 熄灭落伙最吉祥 通知这个案件 我希望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关注青少年的行李介绍发展 和预防青少年犯罪 也给咱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带了一定的基础 我们无法想象 五年前 那句听起来 只是男孩子们打架时的一句气话 在五年后却变成了现实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形成健康经理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 如果缺乏正确的心理教育和引导 那么很有可能 就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给一个人将来的心理发育 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的影响 同时也正如办民警所说的 关注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 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 这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成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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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